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不仅是官二代 而且还长得帅 但是更气人的是 明明可以靠颜值 人家却偏偏要靠才华 他是十个界的故事大王 是故事大王中的画家 是画家中最懂音乐的 并且他还是田园师派的掌门人 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下王维怎么讲故事的 王维十七岁那年 孤身一人到长安来参加科举稿事 重阳节的时候 王维看着别人都是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团聚在一起 他非常孤独 然而呢 他悄悄地写了一首诗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独在一乡 唯一课 每逢佳节 被私亲 姚织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于少亿人 结果呀 这首诗立刻吸引了很多人 他们都围在王维的客栈前面 非要让王维讲讲关于他山东兄弟的故事 王维只好讲给他们听 王维说呀 山东兄弟是说他的兄弟在华山头 今天呢 是重阳家节 他想他的兄弟们一定和家人们一起去山上插中鱼 在想念自己 同阳节 在农历的九月初九 人们通过登高望远 赢求赏局变差诸于丰大活动来庆祝 在历史的演变中 这个节日渐渐成为了独具风格的 思乡思亲和奇寿的民俗活动 其中九九和九九是谐音 就是要长长久久 家人团聚 大伙听完呀 都流下了眼泪 这个故事里面有句话最能打动他们 独在异乡 唯一客 每逢佳节 备死期 又会写诗 又会讲故事的王维受到了公主的赏识 公主呢 就在皇帝面前举荐了他 做了官 可是后来偏偏他遇上了一个大奸臣 李林甫 把他排挤到了很远很远的边塞 李林甫万万没有想到 王维居然在边塞跨界做了画家 王维被贬到边塞时36岁 他的心里很悲伤 他看到飘飞的棚草 感觉自己就像他们一样 无依无靠 不知道归宿在哪里 忽然 一条长河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 就是黄河 那原文落日 在漫平飞沙的沙漠里 是如此的荒凉 又是如此的昏暖 而远处的一道孤烟 就像一把利剑直刺苍穹 令人震撼 他呼吸急速 心跳加快 他要画 他一定要把这场景给画下来 他过真画下来了 而且呢 他还为这幅画 配了一首诗 诗志赛上 单车欲问边 数国过拘炎 征鹏出汗散 回宴入湖天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从此之后 王维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画家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真的是苏氏所说的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呢 王维到了边赛以后啊 交了不少的朋友 他们一起骑马 打猎 可快乐了 哎呀 气死那个坏蛋 李林辅 王维现在呢 又夸见了 他做了边赛最受欢迎的音乐家 那天呀 王维在卫城送好朋友 因为刚刚下了一场小雨 柳树上的枝叶显得更加的苍翠欲滴了 这唐朝的诗人们呀 都喜欢折柳枝送给 因为柳枝的柳子和晚柳的柳子啊 是谐音的 那王维呢 就折了一根柳枝送给朋友 对他说 卫城朝雨一清晨 恪舍轻轻 柳四心 朋友接过柳枝 恋恋不舍地看着王维 王维呢 就对他举了举酒杯 说了一句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 无故人 朋友把这杯酒喝了下去 对王维说 你能不能把你这首诗唱给我听呢 于是王维就给他唱了这首《宋元二世安息》 因为他们实在舍不得分开 王维呢 就把这首曲子唱了三遍 大家也就把这首诗叫做《阳关三碟》 王维受创的这种唱法迅速传了开来 因此他也就成为了唐朝的大音乐家 怎么样 王维是不是很厉害 来 再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拖好下巴 不要被惊掉啊 王维啊 还跨界 做了山水田园师派的掌门人 王维回到朝廷以后啊 那个大坏蛋李林甫还在做宰相 那王维呢 就在长安附近的中南山上 买了一块地 在那儿呢 建了个别墅 还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做网川 于是 王维一下班就往这儿跑 种种花啊 除除草啊 把这个网川啊 收拾得像个世外桃源一样 哎呀 这个地方这么美 他当然写了好多首诗啊 于是 他就把这些诗歌全都整理在一起 起了个名字 就叫做网川吉 这其中呢 有一首诗特别有名 叫做陆寨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响 返景入森林 复兆青台上 您看看 才二十个字啊 就把空谷人鱼 写灰反兆那一瞬间特有的寂静和情忧都给表现出来了 掌门人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做的 他写山水田园诗的功力 整个唐朝也只有孟浩然可以预知疲惫了 哎 看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对王维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别急 别急 王维的本事还没有说完呢 他呀 还对佛教很有研究 他有个雅号 叫师佛 所以 您看 唐朝跨界高手这个称号 王维绝对是受之无愧呀 同学们 跨界高手王维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跨界思维 跨界思维最简单的运用就是通过类比来思考 比如飞机是模仿鸟 雷达是模仿蝙蝠才制造出来的 其次是跨学科思考 学古诗 想到历史和人文 比如读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 想到重阳节的来历与历史演变 跨界思维也是创新的重要手段 比如我们常用的智能手机 就是传统手机结合触摸屏上网需求跨界产生的 苹果公司因此战胜了手机霸主诺基亚 在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 拥有跨界思维的人将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 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新时代的宠儿